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听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好 妹子 上一课咱们学了一个回道函数的制作 对不对 是借助于变量函数 咱们制作的回道函数 是这样的吧 但是变量函数是有一些弊端的 咱一块再说弊端 但咱今天用一个新的方法 不借助于变量函数 咱们再制作一个回道函数 好吧 用另外一种用一个函数的形式 但是这节课和下节课内容 咱们会涉及到数组和对象的概念 所以大家有可能说 以前没进入数组和对象的 学这两节课会有一些困难 但是不要紧 你可以先看个大概 后期等你看完咱们后边 也就学习完后边咱们数组和对象的概念 你再回过来看这两节 那你就更容易懂了 对吧 所以现在这两节对于没有接触过数组和对象的 听起来是有困难的 你可以先跳过 好吧 但是妹子你别跳过 我知道你基础会好一些 来 再看一下 另外一种方法是什么方法呢 咱们就把手册打开 咱们来查一个函数 好吧 叫做C-A-L-L 这个函数 看到了吗 函数名很长 对不对 是不是函数名很长 那这个就是P-P命名的一种方式 对不对 那它这时候有四个单字组成的 它这名用头方式命名 那这个函数 你P-P这个命名方式有乱 有的用头方式命名 有的是采用这种方式命名 不同扩展包里边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不同扩展包 它不是同一类人写的 所以呢 觉得这种命名 别奇怪啊 但是从这个函数名称上 咱们能看到几方面信息呢 首先这有个调用 是不是这有个函数啊 这有个用户 这有个数组 对不对 这几个词组成起来 那怎么翻译呢 就是 对 调用用户的一个函数 然后使用数组进行参数 那这句话大家可以翻译一下 什么呢 调用一个用户的函数 对不对 用一个数组 一个数组的参数 给一个数组的参数 对不对 那什么意思 咱们得学这个之前 咱们先研究一下这个函数 OK 那这是上几个咱们做的例子 因为这几个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呢 我先把这个什么的注册掉 好吧 我们先来研究 刚才能说的那个函数 怎么用 对不对 那我们先做一个函数 比如说这块 那有代摩了 比如说FUN 这一个函数 对不对 里边有三个参数 $1 $2 $2 $3 对不对 然后这三个参数都有默认值 比如这是1 对吧 这是2 这是3 这么亮了 嗯 然后我这里边就直接 IQO 简单一点 对不对 换一下行 然后这块 $1 $2 $2 $2 $3 这个函数再简单 不过了 就是传进三个参数 然后把三个参数 用杠线零在一起 是不是就这么简单 一个函数 对吧 那现在我想做一个什么功能呢 在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我参数个数不确定 参数个数不确定 有的时候是两个 有的时候是参个 对不对 那不确定的时候 我怎么能调用这个函数 因为你要想写这函数 用这么去调用 两个参数三个号 你是不是就固定写 对吧 但是有的时候我传两个 有的时候我传三个 有的时候我传四个 对吧 有的时候我一个没传 对吧 这种参数参数的话 你就不能直接调用 对了吧 就得借助什么 就得借助于 对 就得就是参数个数变化的时候 我们写一下 参数个数 如果是变化的 对吧 用户不一定传几个 对吧 是变化的时候 变化时 怎么的 就需要 就不能应该说 直接 调用这个函数 参数个数 如果变化时 就不能直接调用这个函数 对吧 那比如说 假如说 我想这样 FUN 调用一个函数 对不对 我通过盖子 传餐去复制 比如这话 lockhouse test 点prp 对吧 现在默认值是比二三 你看 我问号 是 万等于一的时候 对吧 然后安德佛 什么 2等于 22的时候 再安德佛 就比如这 我传两个参数 就要那干嘛呀 用两个参数传 我三个参数接着 用三个参数传 我四个参数接着 四个参数传 那这种情况下 你想想 对吧 是不是参数 用户不一定在这 数几个参数了 那同样调用这函数 有一个的时候 你要传一个 有两个是要传两个 可以是可以 但是你比较大量的判断 你得判断个数 如果是以稿 你得这么判断 对 如果 COUNT 这判断数 有个数的 还记得 这盖的都得这么传值吧 如果数度个数 等于1的时候 我就得这样传 到了活 就是FUN 然后传 到了效应 盖在里边第一个 如果判断参数 两个是传两 第三个对不对 那如果有20个30个 如果是不等的 你这个判断是非常长的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记住这句话 参数个数 如果是变长时 如果是变化时 变长时 就不能直接调用函数 而是借助于 咱们马上要讲的 这个函数来调用 CO 什么 CL 下号线 U 下号线 FUC 下号线 AR A Y 看到了吗 借助于这个函数 来干嘛呀 来调用这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里边 第一个参数 你写哪个函数 回调 他就是回调函数名 听着吧 你写哪个函数名 你看 是不是把函数名 这就是咱们上几个讲的 回调的概念 对不对 那他就能帮我们 调用这个函数 听着吧 那也就说 那怎么穿参数 调用这函数 第二 第二个参数 是一个数字 看到了吗 数字里边 如果你传 比如说111 什么 数字里边 如果有一个值 就给这个函数 第一个参数负值 那他试一下 能不能调到这个函数 并把第一个参数负值呢 那我们 看一下 是不是11 如果数字里边有两个参数 222 怎么的 122 对吧 如果数字里边有三个参数 对 是不是就可以了 当然这里边就三个了 全4也没意义了 对不对 里边没处理 那这个 你再想这句话 参数个数 是不是随着用户不断的变化 是个数不同 对吧 你是不是就不用在同一个函数去处理 所以这数度长度是几个 是不是就相当于给这函数传几个参数 是吧 这样的情况在咱们一些后边学习的算法里边是经常存在的 看到了吗 所以现在理不理解这个函数的作用 就是帮我们调用第一个参数对用的那个函数 对吧 并建筑于第二个参数 向这个函数传参数 就是这个作用 对吧 后边的算法里边咱们会经常见到这函数 非常有用的对不对 那他是不是也能帮我们做调用函数的工作 也能帮我们穿参数 对不对 变量函数是不是也能帮我们 也能帮我们调用函数 也能穿参数 对不对 对 那我们现在既然有了这个知识 我们就可以把咱们上节课学的 自定义的回到函数 改成这种方式 怎么改呢 这是我们上节课学的一个知识点 还记得吧 嗯 干嘛用呢 对吧 通过回到函数过滤 一定范围数的不想要的值 是这意思吧 嗯 那这个是过滤一个上次咱过滤的什么 回温数吧 对不对 相同的从前往后读 从后往前读是一样的数的东西 咱们都过滤掉 是不是意思 那这里边最主要的是 我是不是用变量函数做的事 那现在我可以怎么办 你看我把可以不用变量函数 原来是倒入奔是不是一个变量 加括号是调用N对应的函数名称 现在咱们有没有CAL下滑线 下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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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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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这个 这个能不能帮我调用N N是谁 是不是传的这个TES的 TES的是谁 是不是这个函数 对吧 这能不能帮我调用这个函数 并且帮我传一个什么 对 这里边是不是需要一个函数了 一个或者多都得用数据 看一下 现在这个跟变量函数 原来咱们这会写的是这个值 如果 $N 括号 对吧 $I 这俩是一个作用 也是调用到了N对应的那个回调函数 对不对 然后传个参数I 这个也是调用那个函数 传个参数$I 作用是一模一样 对不对 那哪个写起来简单 对不对 肯定是变量函数那种方法简单 对不对 但是变量函数是有局限性的 这到下几个课要讲的那种 那这几个课咱们去看一下 能不能实现刚才咱们写到的效果 是不一样的 从也读不了什么 也没有回调函数存在 对吧 好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 咱们制作什么 制作这个回调函数 咱们的另外一种方法 借助于系统函数 而非变量函数 来制作回调函数 那这几个涉及到了一些 数组的概念 对不对 所以大家呢 对数组不了解呢 你可以等学完后边数组 你再过来看一眼 OK 好 那这几个内容 我们就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